早安, 歡迎收看今集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 我在這個環節, 請來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 我先談談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打你204-6566 問我們專家意見, 或是足問題電郵 去到ASKbizchannel.com 或是WhatsApp到9157-1428 給我們 Facebook上亦有準直播 大家開播, 訂閱及分享影片 有問題, 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我是和大家看看, 港股最新走勢 恆子馬拉鞦, 暫時升19點 最新做24386點 國企指數跌28點 最新做9940點 大股成交370億多 我和Stanley先談談, 港幣很強 因為多新股 港幣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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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現在市況 氣氛 是叫做OK的 但是, 你說為何會這樣OK 是否一個追落後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機會是大 為何那些航空股 不知為何呢 其實就是復非的因素 其實為何真正都會講解 其實都不止現在 美國的航空股 中國也是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東韓、南韓、國韓 大陸的航空股 A股也是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他們 你來講 我先說 最主要就是 他們現在是 因為現在美國 中方這一邊 態度好像又 放鬆了一點 大家現在是覺得 整個航空業 將會慢慢叫 復復 復復 所以還未炒這個 其實同樣 和那些 昨晚美股那邊 其實氣氛一般般 不過那些航空股 真的厲害 你見航空股那邊 昨天應該是早段的時間 昨晚UAL已經升差不多 三成、四成 初級升 它那一刻 變得很快 變得很急 但是現在還不能追 還想追 真是 追了一陣 記住今晚 今晚 當地出這個狼花的數 如果是ADP的數 就好很多 不過狼花 我經常覺得 ADP好的話 狼花就會衰 即是會差一個預期 所以看看今晚出來 什麼狀況 還有 最近美金是弱了 我覺得 沒有 現在一旦你轉強 那一下 就會有機會 美股也會 可能有少許震動 所以不要太過進取 特別美股 這一陣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 昨晚開始 不是 昨晚的了 應該星期三 那晚開始 LAST 好像 有少許走樣 即是 轉差 你說資金是 轉炒回傳統的 股份 或者說 可能大家覺得 以後差不多 又要先行 調整 要先觀察一下 所以不要緊急 等等 好啊 還不如回答 不要厚恥薄屁 先問一下 Norman 1093 若未有貨 快要取正 買不買得過 15個角 我始終覺得 4月有它的吸引之處 所以沒有價 之前說 落口 而且它的業績 在貿易程度上 我真的不覺得很差 雖然 其實你看到 有些 港發社的話 出來兩成幾 但是 因為有一些 一次性的因素 但是 撇除的話 其實它的業績 與預期差不多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 它是很差 所以按道理 你現在過來擺 擺擺擺的話 我覺得OK 這些位置 要多少錢買啊 這些位置都很值得考慮 當然 你說再好些 15元 大概那些位置 好像比較上是 再吸引一些 這樣 但是這些位置 你過來擺一下 又OK的 不過 實際上真的有點慘 其實實際上 和MIMI 7也好 大家最怕都是 大量取消消息 是 所以它的價 上一次 上一轉的時間 回去 都是這些因素 就是這樣 拼多多 又說回香港上市 買多些中概股也好 有沒有哪些中概股可以落後買 現在 其實按道理 我前天都這樣說 應該買京東 你反正 如果要上市 但是 可以遲了一步 是的 我就說 我昨天 你這樣說的時候 立刻開京東的圖出來 其實都升了很多 會不會是 網易上次的複製 已經複製在京東 看回NTSC 現在還有沒有升 你知道 昨晚我反而沒有看過它 因為今次我只顧著 看你一隻美股 那些人出來 業式 OK 但只沒有人差 又放下去 昨晚都分百人之二 下來 不過昨天中概股都好像 都是一般 JD JD 都會跌一點 但那個trend JD都漂亮 是啊 我就是看它 都是一些高追格 我怕 現在拼多多是PH 全部過去 算了 不要理會它 現在才再想去 是 但你說馬油 我覺得京東值得思考 為時要炒到100 100 他都可以炒一下 我會覺得都OK 如果是就買美股京東 等它上市之前 或者公佈招股之前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 PDD OK PDD 打錯字 不好意思 平多多 現在又說來上市 不如 考慮一下 我記錯了 好 可以考慮一下 京東美股 拼多多 其實如果你這樣計 買拼多多好些 拼多多的圖圖是怎樣 這個 全部都很漂亮 反而我想 如果你再想深一層 你說現在有沒有哪些 好像未曝光 而有機會回來上市 其實應該是 看先 論市值 不過如果論市值 隔壁都是大概 七四 七四 都成什麼 成四五千億 其實這段是炒上來的 你可能炒一些 葵程那些 有沒有機會來上市 葵程那些 反而比較落後 我真的 葵程那些 應該在戲印象中 都落後 但我真的不記得 葵程那些 但如果想著 他會回來上市的話 應該假的 現在未回來 而有興趣回來的 沒有新聞 沒錯 沒有新聞 那些可能會好些 駁他 遲些都會來的 因為 某程度上 你看到現在 現在 即是捉美方的 那個取態 都預料了 要什麼 要回來 你是不回來 應該是 他會不會脫牌呢 美國 他不會這樣做 但他可能會有些規定 可能你假設你 不扔那些 即是不達標準 就會可能你什麼 就要我什麼 他可能罰你錢 罰你錢 但是這樣你變得沒問題 但如果這些公司 好像網易這些 回來香港的時候 他在美股方面 會不會脫牌呢 他自己申請 這個可能是下一步 這個可能是下一步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你可能要首先 將這些股份 可能要轉回來 有機會 即是要先轉回來 那變成 因為要上市的話 不良的做法 要不就將這些股份轉過來 即 就是 什麼 好像網易這些 是一對二十五的 那你可能要先轉回來 要不就那邊 你私有化 再將股份 再從西裏面安排上市 這樣 有些有在積 應該都收拾過力 會大 但這些是比較複雜性 一些 遺程就是 TCOM 如果看過小的話 對 好似好一點 對 好似 但是Monkey Cap 是小很多的 他只剩下千多億時值 哦 他小很多 但我不給他輸值 最低 都不是的 你要看這件事 如果你要回來的話 按道理 都有少少少 我想少席市的那些 都有些 叫做什麼 有些 有些放商 有機會是 我不肯定 OK Trader現在 Trader現在成千億美金時值 真厲害 好 但是代用下袋 真的很多 我之前那時候 看的時候 真的只有大概 可能四十元都不夠 算得誇張 好 代用下袋 京東 拼多多 葵程 就是 看看拼不拼 拼他會回來 第二場市 其實很多 但是這些 你有心機去找 因為 甚至乎那間叫 唯品 唯品會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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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上市 但我忘記了 市值有多大 嗯 好啊 多謝Ronald的問題 另外 再小一點 都是Carmen 不如又說 兩隻 大家都很關注的 3690 開始回了 終於懂得回 但是回到幅度 對比它上升的幅度 真是 微不足度 少了 都不敢買 是啊 但是 現在又開始 好像去到一百六十元樓上 有些腳軟的時候 會不會取消利 現在 之前買下的 都還有水位賺的 分階段斬 還要過 星期六天 雖然這個星期六天應該沒什麼特別 其實六天 你最怕不是怕本地 你怕特朗普 是啊 是怕他 不過他最近好像收了聲音 因為美國那邊 躲起來了 可能他一個多錯多 說什麼做什麼都可以被人罵死 是 沒有 但是你說 美團這些 價真的升得太厲害 真的 所以就算你回到百分之二點幾 都好 都是很高 所以我對他的看法 都還是不敢看得太厲害 股價上不能說 股價真的那麼強 但是實際上 如果能不能再升上去 真的不敢看得太樂觀 所以你說現在 是不是這些位 可能你說 減一減榜的話 沒事的 假設即是拿得多貨的 減快就無妨 好 因為這些東西實在太過誇張 美團可以建議減榜 騰訊 劉志平也減榜 是啊 正常 是吧 409元軍界 是因為第一次減的 他減不少就減一下 大家要不要跟風呢 跟嗎 但他會多貨 你很多 你減完之後就有很多 你減完之後就沒有 這個東西大家要想一想 但你問我的話 其實沒有的 美團又好 騰訊又好 甚至乎 你爸爸也好 有多貨的 那你未可能見到他的股市 可能有些 一般的 未開始 但市呢 市怎麼看呢 如果市繼續向好 或者可以繼續夾上去的話 都不需要減 這幾隻 那看你真是抱著什麼心態 你覺得呢 你覺得市呢 唉 我來來去都說 現在這轉都是看回 24,500 不是24,600 那些位置 就盡頭了 盡頭了 但很難不說 因為我覺得現在市場 有很多東西 你都不能夠用一個常理去看 嗯 就好像這一排這樣計 你明明可能 好像 或者今早上 因為我很習慣的 其實每早上 記得幾個小時 都會看一下 究竟現在的 確診的數字 什麼地區很厲害 那些 我都會有這個 都會看的 是 那你記得到美國那邊 以前每一天都有兩萬多宗 現在巴西越來越發得厲害 巴西今天有三萬多宗 你想想 其實現在那個 整個感染數目 今早去到六百 九十幾萬 是 你想想其實那個疫情 你說是否已經是 大家完全可以 已經不管 可以放鬆 其實真的不敢說 但是 現在大家都很放鬆 鬆了很多 是 但是 你可能也可以說 現在大家解僱的 不是解僱的 現在的市場是怎樣 是解僱的 是解僱之後的經濟 所以大家現在覺得 就是 一年的時間 可能經濟會很好的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的 你現在解僱這件事 所以未估為何這麼強 其實就是這個情況 你預計了 今年不行就行了 今年已經死定了 但是下年會很厲害 究竟 你說的其實 那個邏輯差不多 你說公司的業績 其實你看回它的情況 都是差的 但問題是覺得今年很厲害 是 好 那麼 審慎一點 樓上還有二百多點水位 大家看到了 有很重貨的話 另外 又說一下 哇 廁所 地攤概念 現在 是啊 305 厲害 還有一隻1668 305 還有一隻華南城 對 1668 行不行 這個地攤概念 這樣爆上去 那隻五靈氣車 對 Wonnell也有興趣 說美股 都可以說一下 這間 BillyBilly 它 不是 這間 怎麼說 名字響 就是這樣 還有它上市 之前那一層 上市之前那一層 那一層 是可以的 但是這一隻 其實BillyBilly 好像有些 有幾間 當時一系列 都是多人留意的 是 但是我這間 講一句 研究又不算很深入 因為真的沒有特別去 再理會它 因為之前有一陣子的時間 它是OK的 但是我這陣子沒有研究 讓我再 再有空再看看 再理會這個問題 好 因為有幾隻 這隻另外有些愛奇藝 那一堆 那一堆 那一堆都 都是多人關注 是啊 是啊 好啊 那些政策風險 相對會大一點 嗯 好啊 都是Sarano的問題 再講回地攤概念 好啊 炒上去 三乘六一乘七 就是三零五 就是三乘六 最高七乎四指 這些很炒 小小的 好炒 好炒啊 這樣 升了很多了 但是這個概念 可不可以 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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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哦 那一隻股份 由兩毫子 升到六毫幾次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有些 汽車 是不是真的有些 汽車 是不是才發達 這三天的時間 明天兩倍多上來 是不是 你這樣追才行 但是我未搞這個地攤概念之後 不知道做什麼 不用搞了 為什麼不用搞了 不知道這些車是怎樣 都很正常 是不是 真的很正常 但是現在 說到很厲害 有些城管 要招人去擺檔 是啊 但是呢 這一件事 你 好了 當你真的OK 經濟回復 你之後又要趕人走 租了鋪怎麼辦 我是想不明白 你真是 你掛了什麼 都想不明白 地攤經濟 就是這件事 時光倒流 50年 我簡直是那個 想法就是 如何靠地攤經濟 那個經濟 我想不到那個 整個邏輯 就是地攤經濟 這件事 大家如果年紀 比較年長一點 就像我這些 都四節後那些 你想一下 其實你知道什麼來的 打打底 有機會都沒有去過聽過 是不是 有聽過 我知道你是年輕 但是你想一下 這些叫做年代產物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去到要 全中國都不斷開這些 你一邊又在搞一些 5G 一些很high-tech的東西 你現在又搞一些這樣的東西 你不想只搞5G cross over 地攤嗎 我想不明白 所以整件事 我是想不明白 怎樣可以 這件事 這件事 怎樣怎樣搞都想不想 就是 你的看法就是 很難靠這件事 可以翻身 在通常我不明白 這件事可以有什麼炒 就像你有一家五零這樣計 它的車可以什麼 在後面 擺檔 就當你像別人那些餐車這樣計 但是你是不是全中國都是開到的 你想一下 那個情況就是 別人那些沒吃車 都真的可能你說 每個地方人有一架 可能隔多遠才有一架 難道你開到整個地區都是嗎 衛園都是什麼 餐車是嗎 所以我很多事情 我是想不明白為什麼 就是這件事 從日一開始 港地燈經濟 那已經炒上來 但是內地是這樣的 而且在內地 那些炒作思維就是很有趣的 我也說 當年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 敏穿那地上的時候 我都是說 總有利一強 又去了當地 就是他一個帳篷裏面 他坐在椅子裏面 然後吃那些什麼菜 炸菜 就是半頭的炸菜 然後第二天的時間 就是當地的炸菜 那些部分 實在升停板 然後做帳篷那個 就升停板 你想想這些 這些炒作的東西 真是 你估不到 所以你只要可以說 這些炒作 大家自己看得好 真的不會分成 好啊 另外呢 不如回答家庭觀眾提問 鄭小姐在電話旁邊的 鄭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早安 我有一件事想問 我總是沒有貨的 那想買1415好呢 或者7800好呢 那如果是你什麼價買最好呢 而1415為何有興趣買這一隻 但是 我沒有貨 但為何想買1415呢 你貪它高息 還是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短線的 是短線 短線 短線 這兩隻都想短線 但7800短線 很難買 很難玩 不動的 那長線呢 長線呢 7800 7800你買這位 我當你買來 叫我擺一下 我都不介意擺一下 長線的 你這位買有安全的 因為 位前路上 他過半樓下的位置 都很大支持 但問題是這隻 你買有沒有很大的賣點 5G 對它有些幫助 不過 其實幫助性 不算是很大 因為其實他 目前路上 他有些叫租機站 給三位電營箱 但是那個 作價 那個租運費 我覺得之後 一定會下調 所以對於他來說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你說買中國鐵套 買來擺的話 你不穿過半樓 沒什麼意見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高位電子 也有趣 高位電子 因為本身 他之前除淨之後 價格不斷跌下去 但是現在又好像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但是 它的價格就跌得很厲害 不過現在這個位置 你當它大概好像 也是過半樓 有些支持 所以如果是的話 你想一下 又拿著它 就是如果你想想買的話 以過半樓 作指示位置兩隻都是 但是我想 如果要買七八八的話 不如買七六三吧 現在都是二十一個多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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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八 因為我自己玩過 很悶 不動的 現在還要到一個無幾這些位置 自己考慮一下 好嗎 那個 就算真的不買 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這隻有排舞 這隻 是嗎 有排舞 多謝鄭小姐的電話 先聽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問一下技術指標 我以前聽你的功夫的時候 聽過兩字 聽不明白 好 所以什麼技術指標 就是技術指標 你想問什麼 頭肩頂的那些 是嗎 有時候兩線相交平均線 平均線有五條平均線 有五條平均線 有五條十條 有很多不同種類 有二十條三條 是 十條 是 這樣的時候 你說兩條先 相交的時候 就叫做公轉 公轉 好像地震一樣 哦 即是那些黃金交叉 或者社房交叉 那些 是嗎 是 那你想知道 如何看這些 是 他講到 有五條線相交叉的時候 有五條線相交叉 這樣的時候 也都線相交叉 整幅也大 是不是 這樣 我嘗試 把你的問題 跟納了 再講一些 我所認識的事情 給你聽 你所講 我有五條線 通常 比較常用 就是 先講 先聲明 我一向 都不講這些 極少講線 因為我會覺得 參考意義 未必是這麼大 但是通常 以很多 坊間的說法 就是說 我講講 一講 線 通常我們看 十天 二十天 五十天 一百天 和二百五十天 其實最主要是 有五條線 那這些線 代表什麼呢 通常 如果有些 叫做炒作 就這樣講 炒作 短線 通常就是看 十天 二十天 五十天線的走勢 這些因為 十天線 如果你解釋 一兩天的變動 十天線的波幅 相對會大 因為 你要明白 十天線的 怎麼來呢 就是說 過去這十天的時間 那個平均價 比較多 所以 如果你說短線的走勢 通常 那些人會看 十天線 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 怎麼走法 如果通常 什麼是買入的指標呢 通常一條短的線 衝破一條長的線 例如說 十天線 衝破五十天線 這個可能是 比較上是買入的訊號 因為你短期 那個走勢 就是有些突破 而中期的話 可能會再看遠一點 例如說 真的可能是五十天線 可能是一百天線 可能是二百天線 可能是二百天線 所以通常要 假設這樣 最好的情況就是 那些線 一衝破完之後 叫我五條線並排 五條線 基本上都是 一齊向上的那些 是最美的 譬如說 五十天 一次過這樣上 是最美的 不過有沒有些圖 可以找得到呢 我先想想 尾斷 尾斷之中 未必有 類似這樣 都可以的 但下面這個 尾斷都類似可以的 你會見到 它的並排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 越短期那條線 就越高 這樣排下去 但如果第一條線 相反 越低那條線 即是越短那條線 越低的話 基本上那個走勢 就會很差 對 類似這樣 但是你說 這些線 是否一定要有準則 甚至乎 一出現 一出現就好 是 因為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分析 有時候 這些線 那些定法 都不同 如果再短線 的話 可能是五天線 是這些 所以 陳先生 其實如果你想學這些東西的話 網上都有很多這些 這些 教材 文章教材 不過我會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更加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自己試試開100個台來看 我當年 我當年也是這樣學的 我當年學的 那時候教我 就是說 沒有啊 你想懂這些 你就要開800個台來看 看完之後 你大概知道都可以做什麼行法 是 這樣看的 嗯 好啊 多謝你問家庭公眾的電話 聽完謝先生的電話 先 謝先生你好 謝先生你好啊 是 想問哪個股份啊 Gordon 又沒有這樣說 因為沒有的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很多人 很多投資者呢 是不熟悉這些 這些叫簡單的分析 所以無所謂 讓大家聊聊天 好啊 好啊 哈囉謝先生 是不是在電話旁邊啊 是是是 想問哪個股份啊 是 941 這間價位 收息好嗎 還是另外 就是 收息來說 是 中港銀行 中移動 還是 港燈那些收息好嗎 中行中移動 或者港燈 是嗎 這三隻最穩定 拿來收息 純粹是最安全 就是以中移動 中行和港燈 最安全十派式的應該都是港燈 但論過色高應該不是它 現在應該是中二棟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買來擺的話 就這樣說回三四檔 中二棟派送那邊應該都挺穩陣的 我又不相信它會去到不派的 但它的價格就差了 你只可以說 就是中二棟派的價格那邊 是令你會望到去阿華徹齒 那你港燈26300反而會好一點 所以看你本身的取態是怎樣 假設你真的打算是純粹收息 不管價格的 那中二棟派都穩陣的 不過如果你想說開胃一點 望來的價格的話 那看你港燈 好啊 多謝謝先生的電話 都回答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都要申報一下Sandy 有沒有像有上述提供的股份呢 等一下 這次好像沒有 這次的美股阿里巴巴 剛才你有說 阿里巴巴 好啊 謝謝Sandy的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